这是一部上世纪的纪录片 记录了一位老人与一只老鹰之间的特殊关系 老人独具深山 抛却尘世 追求一种远离物质牵绊的超然境界 而他和老鹰的相互依赖 并非单纯的生存需要 更蕴含了一种精神的自由和提升 一场心灵的对话和修行 这部纪录片正是记录了这样一种日常生活 它无不透露出一种对自然 对生命对内心追求的深刻思考 那是多年前的一天 已经久居深山的老人决定捕猎一只老鹰 并将其训练成猎鹰 老人在雪地里巧妙地设置了陷阱 他用一只母鸡作为诱饵 放置在陷阱中央 然后老人躲在附近 不停地拉动绳子 让木棍拍打着母鸡 制造出引诱老鹰的声音 老人等了一天却一无所获 但老人并不气馁 保持着坚定的耐心 每天都在等待老鹰的到来 经过三天的等待 老鹰终于出现了 他迅速地飞向陷阱中的母鸡 老人赶忙跑过去 他使用布料将老鹰的眼睛蒙住 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其抱回家中 老人将老鹰关进一间黑暗的房间 不让他吃任何东西 完成了训鹰的第一步 老人高兴地一边劈柴一边唱歌 但他也知道 要想真正驯服这只老鹰 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 老人每天都在房外 仔细观察老鹰的一举一动 在冰冷黑暗的牢房里 老鹰一直保持着 桀骜不驯的姿态 只有时机成熟了 老人才会进去 过了两周后 老人切了一些生肉 来到老鹰面前 试图让老鹰吃 但老鹰始终不为所动 尽管老人不断努力 甚至尝试与老鹰交流 但老鹰仍然是一动也不动 老人开始感到一丝灰心 他没想到这只老鹰会如此桀骜不驯 他不知道他能否成功将其驯服 经过一番思考 老人决定尝试一种新的方法 他抓来了一只活鸽子 老鹰一见到活鸽子 立即展现出强烈的反应 这让老人看到了希望 老鹰迅速飞了过去 他终于进食了 此刻老人才明白 与老鹰建立联系 不仅需要技巧和耐心 还需要理解和尊重 对方的本能和野性 老人一点一点地 喂食老鹰 逐渐打破了老鹰 对他的戒备心理 通过这种方式 老人成功地让老鹰 对他产生了依赖 接下来 老人开始训练老鹰 教导他在他的手臂上停落 作为奖励 老鹰会得到更多的食物 时机成熟后 老人带着老鹰 进行了第一次野外训练 他敲打身上的木板 老鹰便会迅速飞向他的手臂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训练着 每一次成功地停落 都会有着美味的食物奖励 当老鹰对停落在老人手臂上 已经习以为常识 老人开始用毛皮训练他捕猎动物 老鹰展现出卓越的本能 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老人和老鹰越来越默契 也越来越互相信任 于是 老人决定进行第一次真正的野外捕猎 老人带着老鹰穿越深深的雪地 突然发现前方留下的兔子脚印 老人寻着脚印追踪前行 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兔子正在觅食 老人轻声呼唤老鹰 老鹰顿时震翅飞向兔子 眨眼间 老鹰迅速俯冲 将兔子紧紧按在雪地上 瞬间出色地完成了第一次捕猎 随后 老人和老鹰继续在雪地中 展开狩猎活动 又接连捕获到几只其他的动物 就连擅长伪装的河 也无法逃脱老鹰的锐利眼光 和迅猛动作 最终 老人带着老鹰大获而归 当捕猎到足够多的猎物后 老人带着老鹰下山 来到城里换取一些日常用品 随后 再次回到深山 和老鹰日复一日地 过着山中生活 对于老人来说 这样的生活是最知足 最美好的 他到了一晚 从城里买回来的烧酒 和老鹰一起喝 共同品味着 这份彼此的默契换来的收获 在这一刻 他们仿佛是一对默契无言的父子 鸡船 云